近期 欧盟大肆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和不公平竞争 歧视性地运用各类贸易手段 对中国产品和企业密集发起系列调查 在调查过程当中 歪曲补贴的定义滥用规则程序 使中欧经贸摩擦的风险不断上升 也严重影响了企业对有合作信息 欧方以产能过剩为由 实施对中国电动机车这种反补的调查 我们认为是典型的保护主义 正如前段时间商务部王文涛部长 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指出的 所谓产能过剩 过剩的不是产能 而是焦虑 所谓市场扭曲 扭曲的不是市场 而是心态 中方实用认为 中欧互为中欧经贸伙伴 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 在良性竞争当中不断扩大合作 实际共赢 才是正确的相处之道 一些中国企业选择在欧建厂 就是中欧双方优势互补 互利共有的生动写照 也有利于拉动当地经济的就业 有利于推动欧洲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所以我们也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通过对话沟通 来妥善地解决彼此的关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